今天给大家讲解一期这个 咱们的 胶体末的定转子更换视频 咱们首先先准备点工具吧 火口扳手 还有 专用工具 咱们的每台末上都有随机配件了 然后那只脚扳手 现在咱们那个开始 先先调下这个 调整环 把它松掉 反方向一直松它 嗯 松到这种程度 它能转动 为止 哎这样能转动了 现在呢 咱就拿火火扳手 把这个都给它松掉 这是水泽 把它拧掉 螺丝 螺丝 拿火火扳手也行 你有你有13的14的扳手也可以 螺丝 全部松掉 这可以了 啊 再再再再把这大圈 反方向 转到没扣了 能拿下来 哎 这就拿下来了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一提 就OK 定子现在已经 下来了 然后咱们再把转子拆下来 转子反扣螺丝这是 对吧这是反扣 所以咱 正方向把它拧下来 把它拿下来 然后用咱们的随机工具里边的专用工具 把它拧下来 把它拧下来 如果咱生产时间长了以后呢 它不好往下拧就拿锤子 一边锤着 一边 转 它就它又很好下来了 新机器的话就直接就拧下来了 就是 正方向这么一拧 然后定砖子就下来了 哎 这就提下来了 这定砖子就已经拆完了 然后 这个是 定子 把它 第3个螺丝 内六角螺丝 把它拧掉 别的螺丝 一定不要拆 这就分解了 这已经完全拆下来了 这是咱们的定子 这是咱们的转子 需要更换 就更换这两个